各位贵宾,大家好 很高兴获得主办单位的邀请 让我能够用远距欲录的方式 来参加这次新竹市政府交通大学 国家高速网路与计算中心 共同举办的公共数据合作与应用备忘录签约仪式 透过资料开放 推动公民协作打造智慧城市 这个已经是国际的趋势 许多的国家在进行都市设计和规划的过程当中 都把提高含荣性的公民参与 列为最重要的项目 同时这也呼应了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里 SDG11.3这个主题 透过备忘录的签署 未来新竹市政府将和交大和国网中心 共同分享本来只存在行政部门内部的 道路语言摄影影响 后续三方组成的工作团队 会继续分析资料开发应用 作为新竹市未来交通规划的重要参考依据 这样子的合作模式 是由我们新竹市政府公务同仁所提出 这个是政府内部创新 Intrapreneurship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我想智慧城市真正的价值 并不是在于政府单方面投了多少预算 投入了多少建设 而是在开放共享协作 这样子群众智慧的基础上面 运用新形态的科技和民间一起来建立 怎么样解决新兴问题的互信和默契 这个我想是新竹市政府 在林志坚市长的带领之下 愿意用这样开放的方式 来推动智慧城市 值得肯定 最后感谢大家的聆听 也预祝这次的合作能够圆满顺利 谢谢大家